记者林慧琴台北报道, 为福布及管署公布一起境外移入群聚感染登革热事件, 确诊个案分别为二名北部, 中部的十多岁男性青少年, 日前曾前往马来西亚参加国际运动赛事, 返国后确诊, 另有三名参加此赛事的选手也出现登革热疑似症状, 正裁检确认是否感染中, 预计最快下周有结果, 根据疾管署资料, 二名确诊登革热个案在4月底至5月上旬, 曾分别前往马来西亚参加同一场国际运动赛事, 均于当地出现发烧、头痛、关节痛及肌肉痛等症状, 其中,北部个案返国后前往医院就医, 经通报于5月10日确诊未登革热, 现已出院, 但经卫生局调查其接触者时, 发现中部个案也曾出现一次症状, 返国时因症状已改善未就医, 卫生人员仍裁检于5月16日确诊, 现已痊愈, 疾管署副署长罗伊军表示, 此马来西亚国际运动赛事开放网络报名, 参赛选手是各自申请, 前往, 并非在台统一组团, 经调查参加的台湾民众名单, 共计有13名选手, 一名教练, 除了二例确诊个案外, 上有其他三人出现登革热疑似症状, 其中两人已裁剪, 一人正准备裁剪, 预计最快下周可确认是否感染登革热, 整起事件将持续监测追踪至6月5日, 并已通知马来西亚卫生主管机关协助调查传染来源, 罗伊军指出, 国内今年截至5月17日, 累计50例登革热, 均为境外移入, 感染国家以菲律宾, 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为主, 提醒近期马来西亚疫情呈上下波动, 累计已逾2万例, 民众前往相关地区应做好防吻措施。